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的考卷打得不合格 而中国的科研团队直接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这会不会有泄密的风险呢 大家好,我是石刀 最近国防科大的团队在中国的科技期刊上 是发表了论文指出 美国人之所以在他们的高超声速武器的实验中 屡屡失败 正是由于他们的基础出了问题 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流体力学仿真软件 Volkan CFD 这款软件里面是有问题的 是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导致了他们计算的失败 特别是在表层热量加热 空气加热的计算上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那么这似乎可以解释 美国自X43型的高超声速武器实验以来 屡屡在这种高超实验中出现飞行体过热解体的这么一个问题 原因竟然是出现在了他们的网身软件上 那么有网友就担心 美国在高超武器的考试之中是屡试屡败 中国团队作为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核心技术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们去指出美国答卷的错误 会不会是提示美国人帮助美国人会不会有泄密的风险呢 那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一次我们指出他们错误的问题 首先大家要注意国防科大它可是在美国人的制裁名单上的 因此美国的学术界很难与国防科大有技术领域的合作 当然了我们国防科大作为国之众席 我们也不会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跟美国人去做什么主动的交流 因此国防科大团队这一次在国内期刊上指出美国人的这个问题症结所在 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炫技 是一种遥遥领先者对落后者的 我们说是一种心理上的碾压 你找不到你的问题 而我一眼就看出了你的问题 这还不叫我对你的遥遥领先吗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指出了美国人的问题 就不代表美国人他能改正他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美国之所以选择用这种流体力学的仿真软件 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实验测算 恰恰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原因 是美国国内实际上并没有 适用于高超声速武器研制的 我们说这种跨高超声速段的风洞 即便是在现在模拟仿真这么发达的这个年代 实际上从这个模拟仿真回到风洞中进行测试 也是相关武器研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没有这样的几轮的这种循环往复 你就很难发现自己的模拟仿真软件 模拟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与世界真实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缺少了这种互相应证的过程 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美国现在一是在它的这个模拟软件中是有问题的 而二它又缺少在风洞中进行验证的这么一个能力 这也就导致了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制中 无法通过模拟计算 风洞验证这么一个闭环的循环迭代 快速的推进自己科研进度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也是美国必须要通过试设 来验证自己设计的这么一个窘境的真云所在 那我们说美国是不是可以马上建起一个高超声速风洞来进行研制呢 大家也都知道目前美国包括在科研领域和科技制造一线的这么一个现状 恐怕让美国人快速的造一个高超声速的风洞 比让美国人花钱去多打几发这个AGM-183A还要难得多 那么这才是中国的科研团队敢于指出美国人错误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美国在高超声速领域的领先 已经不仅是理论上的领先 更多的是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出现了美国人可能很久都赶不上的技术落差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电赛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